听老法师讲经 时常谈到 禅宗六族慧能大使 请问慧能大使 与修炼佛法门的关系 世尊在大成教里面告诉我们 华严经 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法门 都能通一切法门 如果不能通一切法门 那个法门是假的 不是真的 华严经上讲 一切一切 一切皆一 那这个话叫不通的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一句阿弥陀佛 统统都包括了 那密宗持一个神咒 阿弥陀佛也在其中 这才是 诸法 舍相 才是真相 所以任何一个法门成功了 一切法门全得到 就怕你这个法门不能拯救 法法圆荣啊 自在无爱啊 善才通子在华严经上跟我们实现的 是修念佛法门 你看他第一个参访的善知识 得云比丘 修波周三位 那是专门念阿弥陀佛 求生进度 第一个 第一个你要想叫 先入我为主 那你要问 善才修什么法门 善才就修这法门 再看最后 最后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倒归极乐 这不就明了吗 当中 无量无边的法门 全部包括在这中 是 一个法门全都代替了 善也是如此 善要不能同一切法门 那就不叫善了 所以记住 一切一切 一切借一 不但通佛教一些法门 我讲经的时候 讲过很多 通世出世间 所有法门 所有宗教法门 都在里面 我讲过圣经 我讲过古兰经 我用什么讲的呢 我用佛讲的 通嘛 他们听了 很欢喜 没有反对的 所以我们跟这些宗教都结成好朋友了 没有一样不同 佛法里头 就华言经里头 有究竟圆满的哲学与科学 如果你要懂得了 你才晓得 一切一切 一切借一切 你就明白了 你就能体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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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